说今年影视看世间白看 今天要说的是一部法国高峰电影 《以女儿之名》 男主贝奇于1938年出生于法国 1974年他来到摩洛哥的一家会计师事务所 在这里他认识了一个名为科拜的男人 身为医生的科拜是一名单身父亲 他的女儿与贝奇的女儿是同班同学 科拜温文尔雅为人和善 很好孩子们喜欢 在一次交通事故中 科拜帮助贝奇及时将女儿送到了医院 因此贝奇一家都对他感恩戴德 可是贝奇万万没想到 这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男人 竟然夺走了自己的妻子 贝奇平静地提出离婚 妻子认错并保证不会有下一次 贝奇一时心软便答应再给他一次机会 随后便举驾搬离了摩洛哥 可是事实证明妻子并不是真正的悔改 还依旧与科拜偶断私连 这一次贝奇痛下决心 果断结束了这一段婚姻 离婚后前妻跟着科拜去了德国 法院将一对儿女判给了贝奇 并规定他们必须定期到德国去见母亲 以维系正常的亲子关系 转眼八年过去 儿女们已经长大 贝奇也有了一段新的恋情 她照常送两个孩子登上了去德国的飞机 可是这一次女儿卡琳没有回来 当贝奇接到女儿在德国去世的消息时 她心中满是悲痛和疑惑 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会突然就没了呢 对此科拜认为是中暑引发了卡琳的车祸或遗症 她还描述了卡琳生前的状况 以及她抢救卡琳的过程 贝奇对科拜的话将心将疑 不久后德国方面拿出了尸检报告 但是这封报告模拟两可 并未给出确切的死因 贝奇拿着这封报告请教了医学专家 被告知女儿生前应该发生过性行为 这或许与她的死亡有关 令人疑惑的是 科拜并非法医却全程出现的尸检现场 她描述的抢救过程更是漏洞百出 种种迹象都表明科拜与女儿的死有关 耿直的贝奇将自己的怀疑告知了前妻 前妻却认为她太多疑 而面对她的一系列质问 科拜只是强调自己无罪 贝奇决心为女儿讨个公道 她请了一名律师 但官司还没打就被告知德国已经结案 贝奇只好印发传单 希望人们关注此事 用舆论倒逼司法机构重启调查 但这一措施很快便遭到了德国警方的打压 贝奇被强制送回法国 回国后贝奇开始自学两国法律 希望能找到重启司法调查的方法 与此同时 她还聘请了一名擅长跨国案件的知名律师来帮助自己 在贝奇的努力下 法国检方于1985年向科拜夫妇发出了问询通告 但是两人均拒绝到法国接受调查 眼下唯一的突破口便是拿到死者确实被性侵的证据 贝奇无奈之下起出了女儿的遗体 但令人惊讶的是 尸体的生殖器官竟然不翼而飞了 这显然是有人提前毁灭的证据 而除了身为医生的科拜 还有谁能有如此专业的手法呢 第二次验尸并未取得任何有用的证据 但贝奇并未放弃 1987年 法国检方告知贝奇 德国方面同意提交第一次验尸的取样 这让她看到了希望 一年后 取样终于送达法国 经过再次鉴定 认为死者应该是在昏迷状态下窒息而死 转眼两年过去 此时传来了前妻与科拜分手回法国的消息 法国检方对前妻进行了询问 前妻一口咬定科拜不可能杀害女儿 一切都是贝奇对科拜抢走自己妻子的报复 在律师的帮助下 法国检方在当年以故意杀人罪对科拜提出公诉 1995年 在科拜拒绝出庭的情况下 法国方面宣判科拜犯故意杀人罪 除有期徒刑30年 但是由于德国方面施压 最终只判了15年 此时巨女儿被害已经过去了13年 包括律师和父亲在内的所有人都认为 这是最好的结果了 他们都苦劝贝奇不要再被往事纠缠 贝奇接受了大家的劝告 打算带着女友出去旅行赛新 可所有人都低估了科拜的手腕 这个人在德巴两国政商两界都有着不小的能量 既然能让国际通缉令被搁置下来 贝奇无比愤怒 他向国际知名媒体曝光了此事 在舆论的压力下 法国方面再次递交了通缉令 但是一份得不到德国配合的通缉令 是不会产生任何效果的 直到1997年 科拜再次作案被送上法庭 听完受害人的讲述 贝奇终于明白女儿是如何遇害的 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前妻 前妻的情绪非常激动 但是他仍然自欺欺人地认为科拜是个好人 贝奇认为科拜已经身败名裂 断然无法继续在德国抛头露面 势必会去周边国家寻找工作 于是他远赴国界 将通缉令亲手交给每一个少侠 希望他们能留意科拜 黄天不负有心人 一年后科拜在奥地利被捕 但糟糕的是 德国先法国一步带走了科拜 贝奇内心十分不甘 他开始给两国政要写信 并向各种司法机构和人权机构求助 可是非但没有得到回应 反而被嘲笑为疯老头 而一直帮助他的律师 也应对司法腐败感到失望 最终退出了这个案子 经过之前的种种 贝奇终于意识到 是自己太天真太愚蠢 眼看着案件就要过追诉期 他必须采取果断行动 他辞去了工作 变卖了所有家当 满世界寻找科拜 最终打听到 科拜后来再次被捕入狱 如今正在服刑 经过漫长的等待 贝奇终于等到科拜 刑满释放的那一天 此时已经是2008年 在科拜初一的当晚 有一伙绑匪将他绑到了法国 法国警方接到报警后 同时逮捕了贝奇和科拜 律师收到消息后 连夜赶回国内 帮助贝奇取保候审 并给他安排了媒体采访 与此同时 检方再次传唤了贝奇的前妻 在检方的质问和劝说下 前妻终于情绪崩溃 说出了实情 2012年 科拜被送上法庭 因关键物证缺失等复杂原因 强奸罪名未能成立 科拜因过失杀人罪 被判有期徒刑15年 在此之后 贝奇因绑架等罪名 被判有期徒刑一年 经过30年的补谢努力 他终于兑现了对女儿的承诺 本篇根据发生在法国的 真实事件改编 全篇冷静克制 没有歇斯底里 却感人至深 获得了多半8.4的评分 一位父亲穷尽半生 替女儿讨个公道 这注定是一场艰难而漫长的旅程 其中的辛酸苦楚 无人能够体会 儿子不理解他 前妻只想着逃避 没有一个亲人站出来 与他并肩作战 陪伴他15年的女友 最终也因无法 承受巨大的压力 离开了他 他夸夸无所有的积蓄 失去了亲人和爱人 甚至不惜将自己送进监狱 只为了那一只判决文书 影片在带给人们感动的同时 也引发了全社会的思考 影片中的父亲 是一个重情重义 理智客气的人 在得知妻子背叛之后 他仍然选择再给他一次机会 在明知凶手是谁的情况下 他还能克制自己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 可悲的是 他的信任换来的是爱人的再一次背叛 是公权力对他的戏弄和嘲笑 在经历了一次的失望后 他才不得不选择用私刑代替法治 尽管到了这个地步 他还是没有选择将凶手处死 而是将他交给了警方 他依旧保持着对司法最后的信任 凶手的丧心病狂揭开了这场悲剧的序幕 而肮脏的政治博弈与司法腐败 则将这场悲剧推向高潮 并不断放大 当凶手扶法那天 这位父亲捧着一束花来到女儿墓前 说出的却只有 今天你44岁了 我很想你 这样一句简单的话 体现的不仅是一个父亲的女儿深沉的爱 更是一位老人凄凉的婉言 好了 本期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发表看法 喜欢我们